社会与船屋施工进度超前 以及中国大陆的造船订单溢柱之下 台船11月份的营收从谷底攀升 逼近了22亿元月增14% 台船表示不止目前的营运 已经顺利摆脱谷底了 而且看好明年1月份 在长荣海运还有中钢运通的 新船交付溢柱之下 营收可以持续向上